马太福音24章4546节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有见识可以翻译成 有见识的有思想的 神圣的智慧的 这个字也用在马太福音7章24节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所以聪明人就是听主的话 并且去遵行的人 管理也可以翻译成 使管理选利委任 这个比喻与神造人的目的 是要人管理权地的旨意 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我们很清楚的看见 神的心意 不是只要我们信耶稣得救而已 而是要我们进一步追求做得胜者 做天国的管理者 就是与主一同掌权 做王的意思 行可以翻译成 遵守 做实行 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在地上操练做一个忠心 有智慧的管家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蒙福的 也就是会得到主的奖赏 凡立志要进前度日 忠心服侍主的基督徒 必定免不了要为主付代价的 但愿不管在任何环境下 我们都能持守忠心 听从主的话而行 做天国的得胜者 感谢观看